杨子肖战偷偷秀恩爱,同款30岁情侣港风视频。肖战拍戏修戏上热搜。杨子肖战偷偷秀恩爱,同款30岁情侣港风视频。不愧是肖大锤。今天肖战的超话大咖发了一个视频。标题叫做自作多情。有人问这有啥好磕的?不就是30岁照片港风配乐吗?如果你是这样想那我只能说, 同学你天真了。还记得上个月杨子的北京胡同大片吗?还有前两天发布的,在生日时,同时间拍摄的超市港风照片。就很统一的港风。随后杨子工作室发布了一个杨子生日视频,也是用的港风。重点的重点就在于他所用的配乐就是自作多情这首歌。感叹号。在今天杨子回京之际,肥虾放出 同款30岁大片港风视频。暗示的还不明显吗?理智的虾还看不懂吗?有人说一个超话大咖发的视频算不得什么啊?可能是粉丝言论。 可是兄弟姐妹们。这不是普通的肥虾。这是肖战官方认证的小网宣关注的肥虾呀。他的身份是得到了肖战工作室官方认证的。你觉得他发的视频是随便的吗?看到这里你不得说一声肖大锤吗?希望理智的粉丝可以理智地看待艺人恋爱。和对爱情的期待。 也静待花开。肖战拍戏休息上热搜。他有多少粉丝?对粉丝有多大的影响力?今天,肖战在拍《如梦之梦》这部剧中场休息的视频,登上了微博热搜。 在评论区,网友和粉丝纷纷留言,祝福肖战演出顺利。说起肖战,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了,出道六年来,塑造了一个又一个相当经典的角色,他的帅气,能力和魅力无不令人钦佩。 肖战2016年9月以少年团主唱担当的身份出道,曾经遭受不少挫折,后来,在《陈情令》里饰演为《无限》这个角色,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。 近年来,肖战在内娱的影响力越来越大,圈粉无数,于是,有人会问,像肖战这样的大明星究竟有多少粉丝呢? 从新浪微博所有艺人粉丝榜可以看出,肖战的粉丝有接近三千万之多,而且,他涨粉速度之快,粉丝互动量之高,都名列前茅。 肖战粉丝的打榜能力也是出奇的强,为伊朗捐款的微公益活动,仅仅只有三天时间,粉丝们的捐款就超过48万元。 可见,肖战的一身正气,他的人品对粉丝的影响力是多么的巨大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